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然後我們這陣子會住在英國 所以我們會跟阿丹的姊姊一起去超市買一些東西 那我們這次就會開箱英國的連鎖超市跟Costco 去看一下說 英國的家庭主婦都會買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有什麼特別的 有哪一些東西是台灣沒有的 有一些好買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走吧 今天要逛是這一間 有這個就可以scan&go 就是你可以直接掃描它的QR Code 然後你之後結帳 它就已經會統整好你就直接結帳就好了 它就是減少你排隊的時間 加這個超市入口進來就有這個人臉變色的規定 它用這個就可以知道說誰啊 誰有來過這個超市 或是它就有辦法記錄到說 哪一位呢他在這邊做的消費 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那之後呢廣告上面就可以投放這類的廣告 去給相對應的人的證明 逛街的時候你就是有這個機器 你就可以直接scan 然後scan然後它就會直接在上面統整 趕到你去結帳是那個結帳最頭 直接掃描它就告訴你 你今天花了多少時間 所以今天我就算去網路上 你幫我買的 他就這樣 欸你這個東西 你剛剛天前買過你 然後再去買嗎 喔喔喔 欸啦這個 錯了嗎 欸 前面這個巧克力呢 就是我姊夫 他很喜歡吃的這個巧克力 他每次都會帶回來 因為巧克力就是他們每年 回台灣的時候都會滿簡單的 就是巧克力也是真的適合在整個國家吃 在台灣都不是 我很喜歡這一個 我也喜歡這一個 但自信都是在台灣不適合吃 對 裡面是Penna Butter 你在找什麼 找香蕉啊 欸這裡的香蕉怎麼要賣 喔一磅 你看 想吃 這個葡萄啊 什麼很大的顆 而且一盒才一磅 嗯 其實我還蠻常買這個葡萄 因為這個葡萄 Jasper這什麼 可可 英國比較像高麗菜的口感 我覺得會是像這個 可是它長得有點像三角石的形狀 它吃起來也不會有台灣的高麗菜這麼脆 可是呢 是最接近的 如果又在英國超市裡面找高麗菜 如果想要吃高麗菜的話 對 65 英國其實有很多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它已經做好了 你只要加熱就可以吃了 喔 這些東西就很好吃了嗎 對啊 真的很好吃 它是豬排 豬肋柴 然後只要進食烤箱烤就好了 好 好買的 逼的 你兒子看起來想要吃這個 結果那個不要拿 這這裡啊 滿雞腿肉啊 比雞胸肉還要便宜 已經弄好了雞塊 還有這種雞柳條 就這個 嗯 雞塊 可以直接吃的 對 也不用加熱 對 可以不用加熱 通常我還就是 如果我們是去外面野餐的話 嗯 我就會直接帶熱 那如果是在家吃 通常我自己習慣還是加熱 可是這邊他們都是直接吃 這個我覺得我吃過 真的還不錯 它也有小包裝 像這種騎車啊 或爬山的時候 都帶還蠻不錯的 欸你們兩個是怎樣 大家看玩具啊 呵呵 那你們買什麼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嗯 就先看看上面的 哪一段 哪一段 哇 妳默默買了好多東西喔 炸拼盤組合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剛剛Ella有的 Baby優格嗎 對 對 喔 不脆 嗯 這有這個欸 對啊 有嗎 感覺很好吃欸 經濟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買這個Skone 因為它這很好乾的 而且它一包才65匹欸 65匹有這麼多個 真的欸 好 那為什麼這個要1.45欸 就是不脆 就是在家的 看一下 這一個 餅乾跟飲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 這個很好吃 哪個 你知道英國 這就是已經做好的泡河 閃電泡河 閃電泡河 很好吃 對 然後它也有大顆的 它也有小顆 它可能小顆賣完 它就有一顆一顆的很好吃 這個餅乾也很好吃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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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藥嗎 你要買兩包不同口味的 因為兩包4.2 寶寶寶寶 另外一個呢 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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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在英國當然會買來茶裡嗎 最常就是一般家庭會有的 通常是Youtherty或者是PG 這種就是最一般的英國茶 然後你看它價錢很便宜啊你看 現在Jasper要帶我們逛街 他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在英國超市可以買什麼 先生 請問你拿的這個是什麼 你選好了嗎 在去結帳之前你有推薦來英國買什麼伴手禮 最多人送的是巧克力 可是還有茶葉 所以我覺得最多人送是這兩個 那如果是英國茶的話 我通常會去就是專門賣茶的店 我們可以去倫敦的時候去看4.10的梅神 他要投進Gream Club 然後他是整間百貨公司 然後他現在會弄得非常滿意 那個機器閉一下啊 然後閉好之後他就會 他就會record我剛剛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直接按Pay結帳這樣 哦 那真的可以看得到你的消費紀錄嗎 真的啊 他等一下會有receipt 然後網路上也會有 這個什麼 你可以去看前面他有那個Trolley 就是他推車裡面 他有一個地方是Food The Nature 另外一個是Toy The Nature 所以這邊英國超市通常都會有這樣子的Trolley 就是讓人家捐食物啊 或是捐...有聖誕節他們就捐完 哦我剛才有在那邊看到 對 哦真的哦 我覺得好棒哦 剛才講的就是這一個 那現在我們要來介紹的是在英國的Costco 那我們的第一個Challenge呢 就是看一下說從台灣帶來的Costco卡呢 在英國能不能用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卡 可是我的是信用卡的卡 但上面也是有照片啊 對 也有寫Costco的字啊 不知道就是卡的卡 哦 因為這個Costco的卡就是用這裡 刷它這個條碼就才進來啦 欸問你問題哦 在台灣的推車可以做兩個小孩嗎 一個吧 這邊很多超市都這樣 而且你知道很多超市是 有一個是嬰兒堂的 一個是小孩做的 所以這樣很好 就是你知道媽媽可以帶小孩自己出來購物啊 可以生兩個 可以生兩個 看一下iPhone 14的價錢 14 Pro Max 看這個 英國買大概有差到1000塊 空機的話 AirPods賣1900 來看看他們買了什麼 買了大海龍 這是什麼類似烤雞的東西啊 這就是T-Pay啊 這個咧 糟糕 這什麼這太誇張了吧 這買多少錢 這個我們 我們昨天買4顆 就是等於一盒的錢 這也要36顆耶 對啊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台灣也有那個一盒進口的 這是 對 這很好吃 深海大張魚 就是我們可以就是熱水 就煎一煎那種切片 然後一口味醬來吃 趕快看你的芒果乾要9塊錢 沒有而且那芒果乾我們吃過不好 來看一下這裡的冷凍食品 跟台灣的有什麼一樣 優格很便宜耶 有兩磅四五而已 有很多 這麼多 這也是桌子有三個 這真的是比在超市買要便宜很多 而且它這個有口味 有一些喝的的品牌不一樣 那樣的品牌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冷凍食品的品牌 是這邊的特別的品牌 像是台灣也是會出一些 台灣自己品牌的冷凍食品之類的 菲菲菲你看這裡的薯條 就一定要這麼粗這麼大工具 然後這裡還有地瓜薯條 就是那個烤鴨 它是已經是去骨了 對 它只是去骨了 然後你知道放在烤箱烤完以後 你自己切片 就可以吃完 就變烤鴨了 它有餅皮 然後就放進去微波路微波一下就可以了 在英國好像很多這種東西 好方便 還有那個 不是啊 因為這些 你在台灣你可以再轉角就買得到啊 那這個你不行 這個這邊你不行啊 也有日本拉麵 它前面還有韓式煎餃 還有這邊還有那個炸菜 我們也超喜歡 炸菜 它就是弄好 你只要放在鍋子上面加熱煮一煮就可以吃了 這個餛飩湯 裡面就是已經是一碗一碗了 你只要加水 然後進去煮 它就是一碗真的就是餛飩湯 超方便 超方便 那也是有掛包啊 嗯 你看這個 這個在台灣沒有的 就是英國人真的很愛喝茶 所以它吵到很愛這個茶 可是我覺得它很美 所以就算你它喝完 你可以自己再放自己的茶葉 做另外一種儲存茶葉的方法 它這裡面是一大包嗎 還是分小包的 它裡面應該是分小包 哦 240包 這裡啊 對700 對 這邊有寫 540的茶包 突然覺得好像適合來這裡買伴手禮 對啊 這就是我們那天看到的啊 對 而且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那時候買看到的 欸 那時候看到的是20塊還是25塊 我們買這種 突然覺得來卡托 墓地點是來買伴手禮的 超好買的 對 這直接省5塊還是10塊 然後它前面那邊還有一些都是在特價的區域 然後像是護手送啊什麼的都是英國品牌可以買東西送的 對 因為這裡的英國的保健食品在Costco又比較便宜 那你那時候打折的肉就會便宜很多 然後我想看那個 有些時候它打折的面膜也很便宜 這邊看到的呢 就是保健食品 它 每個不同保健食品 它的價錢 這邊還有一些小朋友 有一個維他命的保健食品 然後是軟的 那種的 這個也很多人會買啊 這個也B群對不對 對啊 還有D3啊 然後它這裡有賣賽車的周邊商品 喜歡賽車的人看到這個應該會很喜歡 欸它這裡也是有印度咖哩 這很多 在台灣是不是就沒有印度咖哩這個選擇 台灣有喇叉 對 還有薄餅 它這裡有賣烤雞 不知道烤雞價錢是怎麼樣 4.78那一個就是一整隻的 大概就200塊 它這裡是去骨雞腿耶 好特別喔 然後這個應該是一種萬用刀 就是你可以當 那個護唇膏啊 然後你可以擦臉擦眼睛的那種 這個聽說這個牌子聽說很好用 我自己還沒有用過 因為以前在Liberty的時候很多人買 你看它這個護手方的品牌啊 也是可以買回去當伴手 這樣一條9.56含碎 蠻漂亮的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餐點有什麼東西 來收拾一下這裡 它這裡的餐點在台灣大致上是差不多的東西 有Pizza 最主要就是有Pizza 有雞肉捲啊 牛肉捲這種的 嗯 然後還有咖啡啊 大片Pizza 18吋 10塊英鎊 然後它有一個叫做Family Bundle的東西 其實它有Pizza在裡面 然後還有麵包 然後還有飲料這樣子 就是一個combo這樣子 4 就4塊錢 口味好像比較多 這是他們這邊的東西 我覺得在Pizza的部分 台灣可能贏了喔 啊台灣是薄皮的 喔對 這比較厚 然後比較小一點點 有嗎 比較小 嗯 台灣的更大 欸這個一起去 哇但這個好大一根喔 好我們剛才出來 我發現它檢查了有一點仔細 檢查了比較久一點 跟台灣的比起來 我覺得台灣的也很喜新 嗯 這檢查了非常快 比較慢 因為之前在美國它也是非常快 而且它非常的 靈靈就知道我什麼東西有接到 我什麼東西沒有接到 好那我們這次英國超市的影片介紹 做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記得按讚小鈴鐺喔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有 四次超市東西喔 哈哈 真的嗎我覺得很難拍 OK好 掰掰